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今天有多家的本地媒體都報導了 有關於BNO5加1簽證的申請詳情 雖然在英國內政部的網站上沒有更新 但相信英國方面在本地媒體那裡放風 於是媒體就接觸先登 有相關的資料 另外我們又會去看看 中國外交部今天就公佈了 反制BNO的措施 到底會為香港人帶來什麼具體影響 在說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到底BNO5加1簽證的申請詳情是怎樣 根據本地媒體報導所說 從1月31日的香港時間下午5點開始 合資格的申請人 即是BNO人士 就可以上到英國政府網站那裡申請簽證 並且預約前往位於北角的簽證申請中心那裡 提供指紋和照片 以辦理相關的手續 用電腦來上網申請的人士 必須要在這個簽證獲批之後的90天內 抵達英國 如果說不想那麼快 要靈活一點 那可以怎樣 就是等到2月23日開始 用手機apps來申請 用手機apps申請的話 就沒有抵達英國的時間限制 而且用手機apps申請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用特地去到北角的簽證申請中心那裡提交文件 總之到其時拿著手機apps 掃描了你自己那本BNO護照或者特區護照 就完成了手續 當然方便很多 而且在行程安排上也靈活很多 時間充裕很多 當然各有各特色 如果有些人他都心意已缺 他跌了心水都是要去的時候 那就早點申請 1月31日 反正底部那一刻就已經開始計算這個五年的時間 你早到的時候就早點計算 其實都沒有壞 接著就看看到底申請簽證所需的文件 第一件 就是在財政上必須備有最少6個月 可以支援在英國生活的費用 需要提供銀行月結單或者親友的信件 來證明財務的支援 而且就需要英文的文本 或者是附有英文的翻譯 一般都很容易拿得到 你隨便拿一份Bank statement 已經可以了 另外就是提供到結核病的檢驗證書 也就是照費 我相信很多人都照了 如果是跌了心水去那班 在香港只要便宜一點 1000多港幣 如果去英國照的話 那條數就算了 200多磅 好了 那到底簽證費用又怎樣 五年期的簽證每人就250磅 兩年半的那隻 就180磅 其實你都要續期 兩次180磅就是360 不如一波過給他 你節省也不能節省 那幾十磅 浪費氣 你算是幾塊港幣 那另外醫療附加費呢 五年期就3120磅 兩年半期就1560磅 這個就均真一點了 你乘二條數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給得到的 那當然是一波過給他了 不需要那麼多牽掛 好了 申請的詳情就全部公佈了 現在全世界就是等著 他31號下午5點鐘開放申請 那我相信到期時的網絡上面都會很虛陷 不知道會不會搞到網絡塞車 英國首相約翰遜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就好像是歡迎池 他就說 英國為香港的BNO人士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使得大家可以在英國生活 工作和安居 約翰遜對此感到無比的自豪 而英國也重視和香港人之間的深厚歷史聯繫和友誼 英國是會捍衛自由和自治 這個是英國和香港都重視的價值 約翰遜就很歡迎來自香港的移民 但是大陸的外交部就不是這樣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英國試圖將大批的港人變成二等英國公民 已經徹底改變了原來中英諒解的BNO性質 英國現時所謂的BNO已經不再是原來的BNO 趙立堅強調 英國此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強烈憤慨堅決反對 自1月31日起 中方就不再承認所謂的BNO護照 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並且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大陸就公佈了現在初步的反制措施 不再承認BNO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 到底會有什麼具體的影響 實際上有些人以前會拿著BNO入境香港或者入境大陸 現在當然不再承認的時候就不行 但是 照計你拿著BNO的話 其實都應該是有一張香港的身份證 無論有沒有永久居留權 所以在外國入境香港方面 照計就不會說有很大的問題 除非他說以後入境都改了制度 不只是拿著這個身份證入境 要拿特區護照入境 這樣就難搞了 到其時的話 如果純粹拿著BNO的話當然是進不了香港 但是走的那些都未必會在短期之內再回香港 那至於說出境方面又怎樣 現在出境大家都去過機場 出境就是走醫道的時候都是 拿這個香港身份證 他除非就改了制度 就說一定要一本有效的護照才可以出境 到其時你就申請一本特區護照再走 但是現在就未見到這個消息 老實說 只不過是說不再承認BNO 當然 中國政府就不承認BNO 到底那些航空公司是否承認 這個又是另一個議題 比如說搭英航為真 可能和搭國泰又不同 可能國泰就緊跟大陸的 措施就不承認BNO又不定 現在這一刻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件事很新 剛剛才公佈 當然最保險的是什麼呢 就是拿一本特區護照出來扮你登機手續 就包沒問題 航空公司又一定承認 特區政府 中國政府又承認 你去到英國的時候 你再拿哪一本護照出來入境 到其時就沒有人管得到你 但是起碼出境那裏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有些人說不行 我不喜歡申請特區護照 那你自己試一下 拿BNO去得不可以 其實現在說的也算是口買口賠 一定要去到1月31日之後 有人真的拿著本BNO試過 看看可不可以登機 行不行不行不行 其實都很閒 不行都還有辦法解決得到 好了 接著 再看看英國方面到底有什麼回應 暫時就未曾有反應 不過 在上個星期 英國駐華大使館曾經說過 如果中方不承認BNO作為旅遊證件的話 就等同於直接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現在大陸就說將會不承認 就等同於英國眼中的直接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到底會帶來什麼的後果呢 英國會不會採取什麼措施呢 會不會再向5加1簽證提供什麼優惠呢 不知道 都要等英國方面回應 但我相信大家就不要慶望太大 5加1你先預算硬吃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你移民去一個地方 你怎麼都要有些付出 何況是時間成本 根本上你就算不是拿5加1簽證 你投資移民 你扔夠錢出來幾千萬 其實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制 怎麼都會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英國都叫做寬大為懷 申請簽證費用這麼便宜 當然最極端最好的情況就是 英國就把BNO轉為BC 這個就很多市民都怕爛首長 不需要等那個5加1 當然這個就是奢望 接著就說了英國政府就提供了一個數據 就是說從去年的7月15日到今年的1月13日 大約有7000名的BNO持有人 以及他的家庭受養人 就是以LOTO的形式是入境了英國的 7000人就好像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因為在半年期間7000人 你除了大概 每個月1200人左右 一天大概40人左右 但是今年是那個武肺大流行期間 是阻礙了很多人的行程 在這樣嚴峻的環境下 還有7000人是已經去了英國 其實這個數字都算是多 所以應該在5加1簽證批給了以後 那個移民潮就真的會大爆發 當然也要看看英國那個 疫情是爆發成怎樣 昨天約翰遜首相就宣佈了 說會在3月8日左右 就是最早 英國的中小學就可以復活 回到學校裏面上課 這個就是他的期望 究竟行不行 暫時都不知道 他會在2月的時候再宣佈 但是反正那個所謂的封城 就起碼都去到3月8日 所以那些在1月31日通過電腦上網申請 5加1簽證的人 就必須要把疫情這個因素都要放進去考慮之列 因為你一批給了簽證之後90天之內就要入境 不要到時又拿手不成勢 又上網慎那樣慎那樣大把這些人 你要預算這件事 如果你說 你要等到疫情過後才去的話 那你就最好用手機apps申請 到時不用在網絡 周時看到 Facebook很多這些群組 有些人在這裏慎 很愚蠢 最後說一件事 就是加拿大的全球事務部就說 中國可能會在香港嚴格的執行國籍法 就不再承認雙重國籍 於是他們就提醒 所有在海外同時持有中國籍的 加拿大國民 一旦遭到香港的執法部門扣留和問話 就只是應該交代自己的加拿大國民身份 以獲得加拿大領事服務和保護 加拿大方面就已經是提醒了 總之拿著加拿大護照的人自己就省定一點 被人問到你的時候你就要說自己是加拿大人 如果不是 人家的領事服務就介入不了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